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院会本周二、五、三读通过促转条例,外界预测以中正或介受为民的学校将受改名冲击,令担心军营中的许多讲中正同像,以及讲被国军视为国民革命军之父的身份,也将成为法令的转型对象。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对此解释,转型的目的是去除权威象征,中正是否为权威象征需要讨论。 据联合新闻报道,昨日立院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其中第五条在明,出现于公共建筑或场所持纪念或缅怀为群统治者之象征,应与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之外界推测, 全排197条中正路和18所以中正为民的学校与军事院校,可能面临改名,也将移除校园与军营内的讲同像。 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解释,促转条例的目的并非以清算和斗争制造冲突,而是促进和解条例中去除权威象征的主义目标是中正纪念堂与桃园两讲临请, 不是针对以中正为民的各机关或公共设施,也不会要求移除军中想同向或将军事院校改名。 刘世芳并说明也有人的名字就叫中正,而以中正命名的道路等公共设施是否为权威象征需要一步步讨论。 刘世芳指出促转条例也要求以历史与文化促进理解,并在此原则下保留权威以及如今每人全员区极为一例。